嗨,大家好,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7月7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你必须要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哦 你知道吗? 根据澳洲健康与福利研究所 AIHW每两年发布一次的 关于国家健康的最新报告 澳洲人的平均寿命持续上升 但是几乎一半的澳洲人 患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的慢性疾病 而冠心病和痴呆症 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澳洲最少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 超重或过于肥胖 好,再告诉你 在2020年每天就有九个人死于自杀 然后有六分之一的女性 和十六分之一的男性 经历过来自伴侣对身体 或是性方面的暴力 在社会经济最低的地区 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 几乎是三倍 那在海外出生的人 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 是2.5倍 2019到2020的年度 澳洲医疗保健支出总额是 2025亿澳币 平均约为每个人7900澳币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要注意了 澳洲知名的木瓜霜 Lucas Papa Ointment 因为被维生物污染 澳洲药品监管机构TGA 紧急召回了11匹 这个我们常常买回国送礼的 卢卡斯木瓜软膏 Lucas Papa Ointment 可以用于治疗塞伤 尿布疹 切割伤和湿疹的外用软膏 TGA表示 虽然这些黴菌和细菌 对普通人群造成的伤害很小 但还是存在风险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如果接触到这些生物体 有可能会生病 如果你家里有这款软膏 建议你检查一下制造批号 受影响的批号 Ojisan会放在下面的内文 如果你购买的批号 是受到影响的批号 Ojisan建议立即停止使用 并将其退回购买地点 以获得退款哦 现在澳洲因为新冠 而住院的人数 已经达到二月份以来 最高的水平 为了让疫情 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 Ataki澳洲免疫咨询小组 已经在昨天 向联邦政府提供建议 向30岁以上的人 提供第四剂的新冠疫苗 相信又会有数百万的人 即将可以接受 第四剂的新冠疫苗 好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 移民或生活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 最后不要忘记 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